大家歡迎收看五間總見 我是林子彤 這環節先和大家跟進內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股市方面有反彈 上證綜合指數半日彈18點 中午收報3448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143點 中午收報13395點 湖深300指數升35點 中午收報4564點 港股方面 恆治彈不起半日跌32點 22868點 國企指數升6點 半日收報8036點 大市半日成交789億多 這環節就是Sammy Sammy 你好 你好 志彤 市今早段曾經反彈過8點之後 沒有力氣 現在成交其實今天都算很大 今天就是歧視結算 大家要留意 看見有些股份都可以彈一下 但其實整個市場氣氛依然都是 官網情緒比較濃厚一點 今天如果有些股份有彈 應不應該先走一下火線 暫時可能都要 因為看到指數上方便 半日來講又要開始倒跌 而且美國方面的 你說單家 其實都叫做回下來的 所以要小心點 你說可能戰爭 或者你說一些地緣政治局勢的東西 比較難去預測 雖然你說可能美股方面的 昨天晚上試過把9、8點的道指跌幅 完全收服失地 但是你說只是靠著拜登說到 不會在烏克蘭 叫做真兵去打仗的 這個情況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扭轉到局勢呢 其實可能是未必的 只不過是對於 美國方面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因為聯署的官員都叫做參考 之前說的克里米亞的事件裡面 相對來說 即使對於俄羅斯做些制裁的行動都好 對於美國的經濟影響 叫做有限的 但是相對來說 在歐洲方面的業務 其實就沒有那麼樂觀了 所以見到你說那些銀行股 尤其是說國際銀行股 其實今天都算是叫做回得挺多下的 比如就好像見到你說匯控 今天都要下跌3%以上 所以就需要看一下 你說對於整個經濟體系 不只是單靠美國 歐洲方面的影響 可能會叫做更加之大 要看看你說之後北約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一些條約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的行動出來 所以暫時大家就處於觀望的階段 即使你說叫做入市博國反彈也好 都只不過是很短線的部署 恆指來講 今天就半天叫做再重新倒跌 而且你說以之前提過 今個星期一直都說的 23,500這個項線的位置 盡量就不要叫做失太多 結果你說昨天用支大陰燭 就已經叫做直接跌穿了 雖然距離條10天線 即是說你說振住 24,000這個位置 已經叫做跌了超過1,200點 但是你說暫時這個位置 即使偏離條10天線 超過1,000點也好 未出現一些底背池的先兆 即是說你說今天的RSI 暫時比上一次的52週新低的RSI 都還是叫做高一點 就意味著其實指數 只要你說一路繼續回落去的話 其實都仍然有條件 繼續跌穿之前那個低位 所以你說關鍵一些的位置 暫時就唯有看著近期的止洩位 即是說22,665 22,600左右的水平 就當是你說近期的一些支持位 但是你說要留意 今個星期繼續說 你說25,000這個1月和2月的相頂位置 項線的水平就大概23,500 其實如果你說這裡要做回整個的良多跌幅的話 比較差的情況就要落回到22,000 才叫做得到整個技術浪 所以需要小心點 現在這一刻做部署的話 或者你說持有很多的好倉 下跌的空間 都還有800點的水平在這裡 好啊 另外又講一下個別的股份 阿里昨天就出了份業績 Overall 見到一些大行看 有些就覺得那份業績很壞的參半 有些就覺得差不多符合預期 都so far ok 的 你又怎麼看阿里份業績呢 有些就說其實它現在的股值都算是低 以及跌了很多 可以考慮買入 你自己認不認同 股值相對來說比較低一點 尤其是你說在ATMXJ裡面 它的股值相對來說已經是叫做比較低產一些 你說以PE來計的話 20倍都不夠的 不過需要小心一點 你說去到收入方面的增長 其實的確是叫做縮得挺厲害的 比如以自己最大的業務 中國零售商業方面的客戶管理的收入的增長 這次在他們這個財報的季度裡面 其實按年要跌1% 其實就不是很跟得足 他們說在一些電商平台裡面的GMV的增長 你說現在暫時的差距叫做擴大了 變成你說其實整體那個銷售額有增長度 但是其實收入方面反而就叫做縮了下來 變成你說這一件事對於未來的增長前景 就不算叫做太樂觀 這次他們的收入方面是叫做差一個預期的 另外一方面就管理層就說到 未來的那個著重的目標 就放回在你說客戶的那個RPU上面 那就不是很再關注 或者重點關注那些客戶的新增量 因為他們的基數都已經是叫做比較大一點 就是說你說儲了超過10億的客戶的用戶人數的話 所以暫時就再看一些新增用戶已經要沒什麼意思 但是你說要需要靠著一些叫做刺激的政策 比如你說做一些補貼 或者叫做要再買多些廣告 或者說才可以在港用戶的流傳率 或者說RPU方面有個增長的話 時間點可能叫做比較長一點 可能你說那些行業都要估計 可能真的要一至兩年 才可以實現到一些比較強一點的RPU增長 所以就需要小心一點這件事 收入方面差過預期一點點 而且你說要復甦的話 可能都要等多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這個表現上面就不算叫做太多 極其量都只能夠說是中性 另外一方面你說說運收入方面 亦都是差過一些預期一點點的 之前說到他們的EBITDA的margin 亦都出現過下跌的狀況 即是說連續兩季都出現一個回落的狀況 所以就變了 接下來可能整個環球的經濟 又開始出現一些壓縮的現象 而且中國的零售收入方面 你會見到那個數據是差過預期的話 其實就想說CPI和零售銷售 都是叫做差過預期的話 變了可能你說在電商業務方面 暫時需要可能投放多一點點資源 才可以叫做恢復好一點的增長 但是到時候這件事 又會壓縮到EBITDA 所以要小心點這件事 估值上的話就不算是太貴 但是你說股價方面 其實都已經反映了 估值即使是便宜也好 都不是很足以去對它構成的支持的了 過去這一輪時間 昨天開始 已經叫做再創了一個 52周身低最低落過103.6左右 其實已經叫做正式跌穿了 過去這幾個月來 曾經在大概109 108左右 做了幾次的底撥位置 這一段時間 那個的環行區間 又在這幾個月來開始叫做數的話 大致上都叫做可以數到大概40元左右 所以需要小心點 20元左右 所以需要小心點 你說看著這段的區間的話 要量度跌幅 基本上就可能需要叫做再回心點 你說近期的頂 就是說挖著 你說可能都是130元左右 會是環行區間頂來的 但是你說下面的 大概108元穿了的話 變成這裏就應該叫做有20多元 所以需要小心點 要回的話 有機會叫做再回心點 出現超賣的狀況 譬如你說上一段時間 去年的12月頭左右 真是RSI月落到貼著20左右 才叫做可以做反彈出來 近期都未是叫做好擺脫到的弱勢 好 謝謝Samuel這麼長聲的分析 Samuel有沒有持有上述的顧分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Samuel 下午還有即市攻略的環節 大家繼續留意 這節和Samuel談到這裏